朱泽,你觉得美股这一轮的反弹,你觉得差不多了吗? 我首先会觉得反弹去到中后段 但我其实会有点,如果我用个字眼的话 其实我自己会相信我美股中期的底部就应该见了 所以我会觉得是由10500点升的价位,我会当是回升来形容的 只不过就是说,在回升的过程里面也肯定不是一帆风顺 也不是这么厉害,是可以10500点不经过任何回调指浪或回调中浪的 一条大路通罗马就去前历史高位16000点 这个应该是没有可能去做到的 第二,我们的确要承认在美股自己那边其实是有两大的动力 是令到它的股价有所回升 第一,就是对于通胀预期的问题 因为其实9.2%的通胀率,大家沿途去看的话 你会发现极大机率就是整段通胀市 就是我们这一潮的通胀市的最高的价位 我们看到现在不仅是能御养价价 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调 油价经过止浪的反弹去到100元之后 现在昨天都重挤回来 我们会见到相对前面是平均油价 100元至120元的区块很明显压下来的 而我们也看到诸多的经济数据是强中得来 但开始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货门 而GDP那一部分也意外地连续两位收拾 一个纯技术来说 是有一个轻微衰退的实现 是提早实现了 市场你会发觉 当看到GDP是double回落 就是一个名义上的衰退 但不止不跌 到最后好像狂升 很明显是市场的憧憬 经济也去到这样 应该照理其他能源以外的影响通胀 比如说人工或租金 其实正常来说 应该也不可能再升 从而有望 将整体通胀水平 真的控制下来 如果控制下来的话 加息的幅度就可以开始相对比较放缓 这也是股市上升的一半原因 而另外一半的原因就是 很明显是股价是纳指不景近这半年都回了30% 股价是无所回吐也不可能的 股价是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 我们发觉企业的硬性 经常说衰退 但我们看到特别MegaCap的股份 除了极小部分的公司 比如Facebook之外 我们看到整体的业绩的表现 也是相当不错的 大部分都是高 甚至是远高于市场的预期 无论是已经发生的业绩 以至到预期的预期 都算是不错的 这一点也令股票有望回升 当然我再重新 我刚才的结论就是 我也不相信 纳指可以一条大路通罗马 是无条整浪 是去到万六点的价位 中途必须要经过回调的 而事实上 你见到它 由100-500点升上来的过程 亦都不是枝枝阳竹地向上升 你见到只在近两个月里 起码有回调浪 你现在看图表 起码有三次左右的回调指浪 每一次的回调 是介乎700-500点左右的 所以我都觉得 它往后 就算反复回升的过程 都可能是参照这样的图形 可能你升到差不多 有阻碍 或者局势紧张 或者自然回吐 回500点 甚至1000点以内 我都觉得是一种合理的 还是回完之后 究竟是一浪低于一浪 还是一浪开始高一浪 一底高于一底 我会比较倾向后借 上次是 唐一 你最好看的 这啊 太好了 你最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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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好看的